一、二、三 哇,好激烈 哇,好激烈 哇,他很激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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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宮山 寫 公 阿 哇 好厲害 好厲害 太漂亮了 太厲害了 很厲害 謝謝老師 童童 真的 妳太適合國標了 真的耶 妳好有架勢喔 真的啊 腳裡 不是 怎麼都毀掉 妳都威脅到我了 妳是我 我覺得康熙跳過國標裡面 最好的前三場之音樂 真的 好有樣子喔 我還比妳更厲害對不對 我敢說她應該是 妳可以這樣講 因為妳是專家 所以真的嗎 我不敢這樣講 因為妳也跳過 我不敢講 沒有 沒有在算我那一場 因為我沒有在康熙表演過 可是妳那個真的是跳最好的 妳怎麼會這麼適合跳國標 我不知道耶 可是因為像我以前就是跳芭蕾 就比較正規的舞蹈 然後跳國標真的是因為看到 國標練了多久 國標 妳分明練了七八年吧 兩三個月了 才兩三個月嗎 妳講實在話 實在 真的假的 兩三年吧 太好十兩三個月練成這樣子 我第一次繳的學費 十一堂課都還沒上完耶 我覺得她非常有天分 她真的好事 而且我們認同那個小愛子姐講的 就是我看過康熙以來 我覺得她算是跳最好的 可是彤彤她真的非常有天分 彤彤好準確喔 她都沒有多餘的東西 而且因為很多人跳國標 都會你知道趕不上拍子 她完全俐落到不行 對 而且沒有那種瞬間爆發感 什麼 原地也還好笑 讓主人謝忽一下 我不行啦 我倒了 謝謝 楊欣 我還年輕 妳在那裡叫我 沒有 可是我要講說 我那時候真的開始愛上國標 是因為看到小愛子姐在跳國標 所以就是 妳是一代新人換舊人 舊人是誰啊 妳那個 妳那個劉甄是不是 劉甄真的不要再跳了 真的耶 她很棒的是 她就算剛剛那麼多繁複的舞步 然後她 都還是有那種開心的感覺 妳完全 真的大將之風耶 真的 夏老師她 她掌握了什麼 就是為什麼連擺姿勢的時候 都好像很專業的樣子 我覺得她音樂很好 就是節拍 然後再來就是她很清楚定點 所以她跳起來的時候 不會讓妳感覺很忙 所以她就動作很乾淨 她都有做到 可是她連當中一些細部的 她都有照顧好耶 我覺得有 就是說 依她學兩三個月已經非常好 妳真的是想把我氣死 妳才高興是不是 童童妳身高幾公分 158 可是看起來就是還蠻挺拔的樣子 很高興啊 妳的魂心衝著我來的是不是 妳是怎樣 真的氣到不知道要講什麼 所以剛才 古典妳走開啦妳 妳的壓力好大 妳想要把我逼到什麼程度啊 妳想要把我逼到什麼程度啊 她好緊張啊